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喜 富士康的小员工一名 今天呢我们挑战 100元人民币 在富士康这边 能不能花4天 所有的花销全部报算上 包括吃饭 我们省着点花 100块钱挑战花4天 可能会有人问就是 人100块钱花4天 一天平均就是25 吃饭也算 啥都算在之内 你这么省干嘛呀 其实我要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这么省 省钱给媳妇花 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媳妇 但是我可以给未来的媳妇花 一转眼4天时间过去了 我们从6月11号算的 早餐花了6元 晚餐没有吃 夜宵8元 然后在富士康厂区刷了两瓶水 6块钱 所以说今天消费20 6月12号 早餐4元 晚餐6元 夜宵8元 还有 就是在下边的路上买了10块钱的袜子 同时呢还有一双拖鞋 这两样加起来 花了23 再加上这上面的 今天一共花销了43元 6月13号 早晨 早晨吃饭的时间花了8元 晚餐没有吃 夜宵13元 然后今天呢挂了一下超市 花了22元 所以说今天一共花销了43元 3天兄弟们 你们知道吗 3天我花了多少 20 第一天20 第二天43 第三天也是43 加起来一共花了106 三天时间我就花了106 这100块钱还不够花的 还要倒贴6元 怎么办呢 我这还省钱取媳妇呢 怎么取